好多人总是会想 这世界上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人类到底来自于何处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将前往何处 这是直击灵魂的三连问 毫不夸张地说 人类文明的发展时 就是不断寻找以上三个问题的过程 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 人类起源于原类 那么你肯定会问 原类到底是如何起源的 如此不断地循环追问下去 最终的问题就变成了 生命到底是如何起源的 甚至我们的宇宙到底是怎么来的 宇宙的起源是另一个问题 这里不再详述 下面我们就聊一下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问题 我们知道 水是生命之源 同时生命同样离不开一种重要的物质 蛋白质 而蛋白质的主要成分是 碳、氧、氢等元素 这说明 生命需要各种元素的参与 并不仅仅是单个元素的问题 而不同的化学元素 也就意味着 必须有化学反应的参与 而生命从无到有的诞生 首然的 但同时也是必然的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科学家就通过实验 模拟了原始地球的环境 然后得到了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 氨基酸 仅仅有氨基酸是不行的 生命的出现 必须还要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 而在海洋深处的火山口附近 恰恰是天然的能量供给场所 那里不断进行着各种的化学反应 又有充足的能量来源 这就给生命的诞生 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生命的遗传物质 在自我复制时会发生变异 说白了就是会出错 而正是因为会出错 才最终创造出了物种的多样性 随着变异的不断累积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物种 让地球生物圈变得丰富多彩 而人类 以及其他的物种 又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地球上如今 有上千万的物种 而星星 无论是从外形还是行为上 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 但这并不是说 星星就是人类的祖先 人类与如今的星星 只是拥有共同的祖先而已 我们都是古元 在进化过程中的不同分支 就像是一棵大树那样 会出现不同的分支 而分支都来自于原始的树干 我们经常说 人类的祖先是二十万年前 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 那么智人属于什么物种呢 简单来讲 从智人往前 依次是人属 人族 人亚科 人可 类人猿亚木 灵长木 然后是哺乳缸 动物节 根据科学家不同的研究发现 现在人类的DNA 其实都有印鞍德特人的DNA 这说明 人类的祖先智人 在几万年前 与德安特人发生过融合 生物学上对人的定义 主要是通过脑容量 当脑容量达到七百毫升 以及以上时 而且能够直立行走 就属于人属物种 根据这点推算 地球上第一个人 大约出现在两百万年前 人类与原类之间 有过不少过渡物种 比如说能人和南方古猿 星星 南方古猿和人类 南方古猿就非常像人类了 随着脑容量不断地提升 从能人南方古猿开始 后面又出现了直立人 丹尼索瓦人 尼安德特人等很多分支 第一个直立人走出非洲的时间 大约在一百八十万年前 我们熟悉的州口店 北京人就属于直立人 当然 生物学家得出以上结论 绝不是随意猜想的 而是有大量的证据来支撑 比如说进化论 现代生物学中的解剖学 遗传学 还有基因工程等 主要根据以下两点 来追溯人类祖先 Y染色体只传男不传女 通过Y染色体可以一直追溯父系祖先 现立体DNA只传女不传男 可以一直追溯母系祖先 根据生物学家不断地研究发现 现代人类的DNA 其实都有尼安德特人的DNA 这说明人类的祖先 智人在几万年前 与尼安德特人发生过融合 所以总的来说 地球上第一个人 大约出现在两百万年前 是一种直立人 更为严谨的说法是 一批人而不是某个人 直立人经过百万年的进化 出现了不同的分支 而智人最终 在大约二十万年前走出了非洲 在与其他物种融合的过程中 笑到了最后 逐渐演化为现代人